大家好 我是老人一狗 今天咧 你還是... 沒有介紹我 沒有講啊 今天我請個貴賓啊 怎麼稱呼 牛排 然後咧 我拿到沒有人都玩了 非力嗎 非力部分 今天咧 老人要講的是 老人 50年前 小時候怎麼過影片 小時候咧 老人一起床 第一件事情是做什麼 那你猜看看 不要猜 你每次都很喜歡說讓人家猜 你起床咧 第一件事就是掃地 掃完地呢 就是要餵 雞鴨鵝 這個鵝很兇 所以說老人會雞鴨鵝的時候 一定要帶一隻鵬子 去的時候呢 那個母鴨齁 都在屋頂上面 因為公鴨 早上就是要找母鴨 交配 然後母鴨不配鵝 他就回到屋頂上 公鴨比較重 回到屋頂上 那個鵝齁齁齁齁 你的飼料到快一點齁 太慢的話齁 它會戳 所以說我會戴一隻鵬子 然後呢 事情做完 就去上書 去學校呢 我們學校是 沒有福利社的學校 當然啦 五十年級的學校是沒有福利社的 那有什麼 什麼都沒有買 我會有帶便當 老人在第二節的時候 肚子會餓 會餓怎麼辦呢 便當拿出來 你會全部吃完喔 你只可以吃一半 另外一半也沒有做午餐 那我便當裡面帶什麼呢 大部分都是一樣菜 不是香腸 就是核爆蛋 或是血液 欸香腸不錯啊 一條而已捏 大條吧 沒有啦 還好啦 然後拌下去一顆啦 所以說我只可以吃半顆 然後呢 放學回來 你在幹嘛 放學了 你們講到放學了嗎 對 講到放學了 差不多兩公里多嘛 啊到家之後 我家的門是沒有在關的 為什麼沒有關門 你知道嗎 因為沒有鎖 哈哈哈哈 你已經太老了 哈哈哈 你知道 你家裡面沒有錢 怕招小偷 所以說我們門是沒有關的 啊我回到家呢 我就會製作我自己的換團 啊換團怎麼做呢 我現在來做給大家看一下 回到家呢 就捏 要捏什麼形狀呢 換團的形狀 啊捏好之後呢 就搓一個洞 啊搓這個洞呢 裡面要灌醬油 把醬油倒進去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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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哈哈哈哈 捏成一個圓形 然後中間呢 插一個洞 醬油倒進去 醬油倒進去之後呢 就可以吃了 哇 我一味 我完全懲罰 趕緊 吃完了 吃完之後呢 我吃完出去玩了 要不然要吃嗎 我吃一口啊 你..你.. 他的..他的手乾淨 我有準備一個碗給我 這是給我的碗 對對對 我們現在人要用碗 現在畢竟我們倡導用碗筷吃飯 我們不要用... 對 畢竟我們不要摸在過去 我先示範一下現在人怎麼吃以前的食物 我現在要用碗裡面 幫我把他灌了 這個不要浪費 好嘞 手上的這個都要不要吃完 我先... 我也偷偷聞一下 好 醬飯嗎 我剛才覺得這個東西非常非常棒 以後家長 小朋友不聽話 帶這個 給他當便當就對了 我相信他第二天就很聽話 我們看到一點醬油再配一點 沒有沾到的 白飯配飯好不好 你看 最後這個感覺 碗頭很會 那一生大概吃個兩次就夠了 哈哈哈哈 屁啦 那一輩子大概吃兩次就夠了 差不多 差不多 吃完飯糰之後呢 會出去玩 啊回來咧 就可以躲著 晚餐就幹嘛到 再吃 那當然要吃啊 我媽媽咧 晚餐好差不多煮兩個菜而已 兩個菜裡面呢 有一道是水果 來 水果請上菜 這水果要配飯的 啊這一盤水果呢 不是飯前 也不是飯後 這個是要配飯 怎麼配呢 我媽媽在問問問吃什麼 香瓜 鳳梨 蓮污也出來了哦 芒果 都是我們家裡自己做的 如果你只有吃水果的話 很棒 哇 好吃 就吃完飯咧 又出去玩了 啊玩回來咧 不玩張 快吃 沒有 睡覺了 睡覺一定要洗腳 為什麼要洗腳呢 因為我們小時候都沒有穿鞋子 洗澡洗完之後 也沒有穿鞋子 所以睡之前 一定要洗腳 三個上床 啊睡覺之後呢 就一整天就過完了 結束了 結束了啊 喔就是 喔 小時候一天的生活啊 就過完了啊 過完之後咧 咪咪 結束了咧 跟我幫你們說 掰掰 掰掰